换年修理箱 道拉斯部落居民聚在富山石矿场的主要进出路口进行封路抗争行动 抗议富山石矿开采21年来 道拉斯部落居民都没有获得合理的赔偿金 在多次与开发单位相公所协调沟通无效 在最后一次的部落会议中 部落主席决议 富山石矿是他给攻守嘛 回馈区跟住金 我们到那个什么 青梅村山山部落那个地方 不用我们慢申请那时候 重要是我们道拉斯的这个村民 没有一些补偿 补偿这个什么回馈那些都没有 我们富山石矿到了有结果之后就打开了 部落主席表示 当初部落在申请补偿经费的过程虽然有延迟 但依照原机法的精神 开发单位的盈利所得 应提拨一定比例纳入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 而秀林厂长表示 对于部落重新提出申请补偿 公文目前也已承包到中央 由于富山石矿注约也到期 若未来业者再申请续约通过 公所也才能拿到补偿经费再回馈给居民 而部落青年则呼吁全体部落青年能一起为部落自主发声 富山石矿矿全景部落 居民更担心家园安全 但三战部落与道拉斯部落未来会不会再与业主续租 还有带部落会议共同商讨 记者亚伴大家有把号特事采访报道 还有网友的高票 在新民党会等6号